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乌达克在上海近现代建筑史上留下的辉煌篇章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您先看到的是今晚我们聊建筑 乌达克是在上海最为传奇的外国建筑史之一 他书写了上海近代建筑史的辉煌篇章 2019年3月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举办了一场 以乌达克建筑为主题的工作营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工作营的特邀嘉宾 同时呢 也是乌达克的后人 切定与世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乌达克在上海的那段生活印记 2019年3月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与乌达克文化基金会 共同举办了一场 以在校师生为主要对象的媒体工作营 在乌达克增殖孙女维拉格切地的引导下 走近百年之后 依然注立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 出自乌达克之手的优秀建筑 工作营的最终成果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建筑中心进行展览 让更多的人了解乌达克在上海近现代建筑史上 留下的辉煌篇章 乌达克是非常有名的 在韩国并不是年轻人 没有人知道乌达克的乌达克在山海 所以这是一种我的大努力 是帮我回到佛达佩斯的新闻 我们在山海有一个英雄 我们在山海有一个星星 你应该知道 和学习 他变成了这么重要的建筑 因此为了 我们有关于中国本身的大学 University, technical university and the Moholyin Art and Design University. So, yes, I'm trying to make this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based on Hudak in Shanghai. It's a workshop that is mainly about Hudak buildings and about Shanghai a little bit and about how the young people are understanding Hudak buildings in Shanghai in our days 也设计是关于设计 因为这个设计的设计 也设计很强烈的教育 也设计是关于设计的设计 他们也想知道更多 关于这些柚子的柚子 我帮他们解释 谁是László-柚子 和他想到这些柚子的柚子 也设计是一个目标的 拉斯洛胡杰茨及乌达克 1893年1月8日 生于匈牙利的一个富裕家庭 其父是当时有名的建筑营造师 作为家庄长子 乌达克9岁就在父亲的建筑工地上 参与实践工作 1910年1月8日 进入布达佩斯理工学院建筑系 攻读学位 并顺利毕业 不幸的是 21岁时战争爆发 乌达克被招募进军队 并送往前线 原本一片光明的职业生涯 瞬间化作泡影 申于智德鲜 兰在佛鲜的建筑上 是主要学研究上 佛工学院的建筑工学院 在佛工学院的建筑工学院 有很强烈的高颜的 技术的风格 他的父亲 比较多了 在他学研究上 在他的思考科学院 在建筑工学上 需要人专业 它必须有很好的设计 为长久的工作 为人们的利益 这就是他父亲的思考 他父亲也很希望 他父亲会在Bestercebanya 所以当家庭第一次生的父亲 他必须做到最好的建议 1918年拉斯洛·胡杰茨 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里逃出 几经辗转到达了千里之外的上海 从此他改名为拉斯洛·乌达克 恢复了祖父的姓氏偏显 因为这样更朗朗上口 容易让人记住 起初他只是想着尽快找一份工作 好攒到足够的路费早日回家 而他作为建筑师的技能 在当时上海这座急速发展的城市里 正好派上了用场 他有很困难的时间 因为他逃逃了从洛亚 从洛亚冠军 所以他不仅仅没有朋友 但他也没有钱 所以他真的必须开始找到职业 幸好因为他非常创造成一个存在 在上海 他能获得成为一个联系人 的联系人员 他开始工作 在很短的时间 他的联系业和他的业务 这业联系人员 帮助他成为联系人员 乌达克在上海度过了29个春秋 期间建成了不下50个项目 单体超过100幢建筑 中西女署景莲堂 诺曼底公寓 刘吉生住宅 他的作品跨度很大 包含了宽广的建筑意象 然而在这么多建筑中 几乎没有重复出现的母体 种类之权 质量之高 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并不多见 我不确实不知道 为什么设计是很普遍 而是很普遍的 但是我认为 因为上海客客人 中国客人 比较开放在新的风格 比较开放在新的选择 比较开放在新的风格 中国人 美国华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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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人 在学校中,在学校中,他已经去训练了训练 它是一个传练的训练,在最终的训练,你去训练了训练 在他的训练,他做了写练和照片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他继续练了这种经历的训练 练练的建築和街道的练练 他全身的训练,所有的练练都在福利大学的图片 在福利大学的图片中,我最大的梦想是 做一个展示,在福利大学的图片中, 我们可以与这些图片中的图片中, 与这些图片中,他真的成为一种好的建築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乌达克的职业生涯迎来了巅峰期 他主持建造了上海的首座摩天大楼,国际饭店 乌达克成功解决了上海土质松软,建筑沉降的问题 一幢22层的大酒店,高约91.4米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改变了城市的天际线 在当时,国际饭店的楼顶不仅标志着上海的最高点 同时也表明,这座城市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 去征服新的荣耀巅峰 作为他,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他建立的建築在这个土地上 在这个土地上的土地上 而他赢了这个建築 因为他提供了一个很深的建築 建築的建築 hardware, they put 33m long Wie trees in the ground and then on the Wie trees they put some very good metal layers and that could make the whole construction stable and it's still standing. So he could solve the problem with the solution that was later on implemented in new projects so he was again breaking the rules trying to do something new. 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大光明大席院 于1933年4月开幕 乌达克的这一新潮设计 受到建筑界的广泛关注 并由此奠定了它 作为上海最有影响的 现代建筑师的地位 席院的内部安装了 世界一流的音响系统和空调设备 这些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地方有特别的技术 有特别的技术 但是他也用了西方的技术 他学习过去旅游 因为他旅游到英国和美国 不久之前这些建筑 所以他学习了新的选择 所以他有了一种地区 中的东西和西方 因为他也发生了中国类型的东西 在 Grand Theatres, for example 你能看到它在窗币的窗币 很多东西有这种东西的东西 传统的东西 他也用了这四十米高的灰烈 这一刻是最大的地方 所以他很重复制了新的东西 就是不算就在之前 它是在這個季節 因為它仍然都是在這個高度 人生意這建築 如果人到不想到神科予 他沒有設計 style 因為他能設計在 any style 他的意思是不成為 一款圖 WiFi所可以更訊息 他比較注重於クライマ 和 march功能和建築機 这就是他的文章说 我们可以读在他的文章中 内部的功能 必须一直在建设外建设计 那就是内部的建设计 那就是主要连接到最终结果 而不是只看一样的特别 绿房子 梧桐文住宅 20世纪30年代的远东第一住宅 乌达克曾向梧桐文保证 此设计一百年都不会过时 如今时间已经证明了乌达克建筑的经典性 绿房子的室内空间是根据拥有现代生活方式的 中国大家庭的需求来进行平面布局 按照家庭成员的不同社会身份 规划了界定清晰的私人空间 虽然屋宅已小有变动 但它仍被视为中国现代建筑的杰作之一 我认为这是一名他的副作品 我认为再次参加了一个很高的感觉 在这个空间 你能够感觉生活在那里 是非常好地区域 中间的生活和外面的生活 我认为它是非常好地设计 和相似的建筑 但是他其实能够做很多工作 在这个建筑 因为他没有任何工作 在他的建筑 所以他工作了 我认为了几年 而只能做得更好 幸运地 他的工资者, Mr. Wu, 是非常富有的 所以他能够做得更好地区域 在这个城市中的建筑 你感觉到这种感觉 你感觉到这种感觉 那是他们生活在这里 你感觉到这种感觉 你感觉到这种感觉 那是他们生活在这里 乌达克与上海是真正的天作之合 乌达克与上海是真正的天作之合 位于城市西郊的西烟堂 是上海唯一一座采用拜占亭风格穷顶的天主教堂 教堂外园是墓区 总占地面积达4.96万平方米 西烟堂的外形敦厚 墙面用水泥沙浆做淡黄色鱼鳞纹粉饰 圆顶外表是以铜板 为流出窗洞折成花瓣形 年久氧化后表面呈蓝绿色 主体西北角设独立中塔一座 高近20米 在各个角度都能形成独特的景观 礼拜堂内部四角为四根树柱 上层翻拱和穷顶 穷龙底部米排16个尖券窗洞 光线慢入时穷顶仿若漂浮在空中 这枢树像我们所见过昨天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为它给予了一个很美的灵状 内部的灵状 他有很好的知识 如何使用外面的灵状 放入内部的灵状 我认为这 Byzantian枢树 他又获得了一个很美的解释 给予了一种感受的灵状 这种灵状的灵状 我发现自己的灵状 这种灵状的灵状 这种灵状的灵状 位于西藏路汉口路转角处的穆恩堂 是吴达克的右翼代表座 其外立面为美国学院哥特式风格 外墙是以深红色砖面 且表面凹凸不平 形成独特的机理 室内两层高的大堂 空间开阔 顶部做肋骨拱顶形式 靠外廊两侧尖券窗 是以黄色玻璃彩绘 即使在阴天 也像有微弱的阳光照射 营造出圣洁庄重的氛围 室内派克的父亲不再生了 当他设计这个教堂 所以我们认识不少 他的建设计计和建设计 因为他永远共享受他的父亲 他的想法和建设计 是一个很好的 一种的适合 这个传统的风格 尤其是一种需要的 非常 modern的教堂 那些美国人在上海 想要在这些教堂 和其他周围的建设计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的 neo-Gothic风格 跟这种美国的影响和美国的影响 当时我看到这种建议的建议 我感觉到很好的图形 为人们的社会有一个社会的生活 也就是很严重的 为人们的社会和社会的社会 所以它是很好的混乱 常常人们不觉得这种建议 它不是只是能够服用神的生活 而是能够服用教会生活 也就是服用神的生活 所以我喜欢 这地方是在很忙碌的城市 而它仍然有静的環境 乌达克留下了大量的作品 这些建筑的外观 包括古典主义 折中主义 装饰主义 表现主义 现代主义等不同风格 多变的设计风格 和朱多的不确定性 也为后人研究乌达克 提出了难点和疑点 There are fake hudaks They say that it's a hudak building but it's not I don't know exactly but there is some classical styled hotel that they see about themselves that they are hudak So yeah, and there is also argues like while he was working at Eric Curvy's office He made a lot of design 他放了一篇照片 这篇照片他寄送到Budapest 我们作为研究所 我们认为这些建築物是HUDAK 但是中国的研究人们不合理 所以这些研究与研究人们 是MUSEUM OF APPLIED ARTS 它是一个古典型的建築物 在FENYANGLU 他们有这些建築物很好的建築物 从当时当时建築物 我认为这些建築物的建築物 我认为这些建築物的建築物 有很多具体的建築物 甚至是在建築物上的建築物 在建築物上建築物 我们有很好的研究 但是中国的研究人们说 这建築物是建築物的建築物 他们不想给这个建築物 是HUDAK製造的建築物 乌达克一生漂泊 却与上海紧密相连 他的才能与报复 在最好的年华得以施展 他的命运不可思议地 契合了一座城市的发展脉搏 乌达克与上海是真正的天作之河 我完全认为 乌达克的名字是关系 湾达克的名字是关系 湾达克与上海 他永远都知道 这可能性 他可以成为 这么大的建築物 只能成为 这么大的建築物 但是 他永远不觉得 家里的家里 也不在上海 因为历史 改变了 他的生命 他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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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永远都想到 他的家里 但他永远没有 我们的建築物 我们的建築物 我还有一个老师 他有名的建築物 他 他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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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 工作 在上海 之后 他永远 他永远 一直在建立 最好的 家里 是 他们可能 出席 sin 建築物 的 建築物 相当 中国 一年 建築物 建築物 在我的家里 家里 毕专利 建築物 我 建立在 建築物 建築物 我必须说 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 大家都应该知道很多 通过这次工作营 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到 乌达克创造了 上海近代建筑的特殊标志 同时也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我们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下期您将收看的是 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 黄韵人小韩 是华语云野圈 知名的黄金搭档 他们曾经为林毅莲 梁静茹 蔡剑雅 创作过无数 快智人口的歌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